我们接到报案说有人因为卡账问题在这里闹事 真的有另外一个人一直在盗用我的身份 前辈 你也是同样的处境 真的可以接下这个案件吗 盗用身份本身就已经是犯罪了 还有另外一位被害人被骑虑 这女人也死了 她真的是自杀吗 以为是单纯的盗用名义 结果变得这么复杂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敢这样偷取别人的人生呢 找到了 周一至周五晚间十一点 东森戏剧台隧道 中森戏剧台隧道